1985年6月25号 国国选手在美国加州的 国际桌球邀请赛上 击败了排名世界冠军的 中国桌球队 选手 教练和在场观众 都十分激动 十多年来我们梦寐以求的 就是说能够在国际上征冠 我们跟他一阵场团 迎了他们 表示我们有实力在世界上 名列前马 1988年6月25号 台北市的铁路地下化完工 举行通轨典礼 我国的交通运输系统 迈入新的里程碑 当时的交通部长郭南宏与官员 从台北车站全新的地下月台 搭乘自抢号 从华山站前往万华站 我们整个的工程要不影响 台北市的交通的状况之下 逐步这样来做的 我想非常不简单 地下化的铁路使用 无接点的长钢轨道 侵蚀时不仅没有噪音 速度也比过去的铁轨快上许多 哈喽大家好 我是品轩 想要跟我一起品味生活中的大小事吗 一定要赶快打开华氏的YouTube频道 按赞订阅 并且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开华 转发 打开华